持續還是要帶大家來關注的 就是疫苗的部分了 現在根據歐盟官員透露 阿斯特捷利康已經告知歐盟 他們AZ的疫苗第二劑供應量 將不到合約目標的一半 由於連續兩劑 AZ疫苗的供應全部都出了狀況 因此AZ到6月底提供歐盟的疫苗 可能大約是1300萬劑 遠遠低於最早承諾的3億劑 專家說了 AZ疫苗不用超低溫冷藏 又被列入疫苗全球取得機制 COVAX援助全球疫情的行列 在國際間其實是非常搶手的 以當前賣方市場的條件來看 台灣如果想要在上半年 取得採購的1000萬劑的AZ疫苗 這個可能性是非常的低 不過其實各個品牌的新冠疫苗 從下個月開始 就會陸陸續續的抵達台灣 但是各種疫苗 其實它有不同的保護力 還有不同的副作用 因此也要讓醫護或是其他被施打的民眾 有了想要挑疫苗的想法 因此指揮中心在昨天的時候定調 擺在優先順序的人 他們永遠都是有優先選擇疫苗的權利 也就是說 如果第一批選擇不打 第二批第三批疫苗進來的時候 它還是有優先選擇疫苗權 因此順序排在月後面的人 他們選擇的機會也會隨之降低 23號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上 指揮官陳時中拿出了手板 將全球最熱門的三款新冠疫苗副作用 做了個完整的比較 也讓民眾心中有了可以選擇的想法 我覺得我應該會想要打輝瑞疫苗 應該是莫德納疫苗吧 但是一旦疫苗到貨 究竟是人選疫苗還是疫苗選人 指揮中心今天定調 排在月前面順位的被施打者 永遠有優先選擇疫苗權 按照指揮中心說法 疫苗施打的九大順序中 20萬劑的AZ疫苗進來 倘若醫護人員不想打 這些疫苗就會流入 第二順位的防疫人員去施打 但若是有500萬劑的輝瑞疫苗進來 可能前三四類民眾都優先強打 越後面的人越分不到 對於前面的人有得挑 越後面的民眾越沒得選 一般民眾也很擔心 不敢打 還有人打了馬上走了 想打但是很讓人家害怕 不過依照指揮中心說法 全民六成五以上就能達到群體免疫 到最後有可能選到後來剩下的疫苗 民眾不敢打就乾脆不打 反而花大錢讓疫苗滯銷了 接著台北綜合報導 匈牙利在24號已經正式開打 大陸國藥集團所研發的新冠肺炎疫苗 成為在歐洲第一個使用大陸疫苗的國家 在眾目睽睽之下 匈牙利有一名護理師接種國藥集團研發的新冠疫苗 匈牙利政府已經同意 未來四個月之內要購買500萬劑的國藥疫苗 這些數量能夠讓250萬人接種兩劑 而國藥疫苗投入使用之後 匈牙利現在已經總計有五款的新冠肺炎疫苗 這當中包含了大陸製造 俄羅斯製造的疫苗 成為歐洲國家當中使用最多款新冠疫苗的國家 好 台灣呢 台灣現在渴望也接受大陸的疫苗嗎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在24號丟出了震撼彈 他說有提供COVAX平台1000萬劑的疫苗 受惠的範圍也包含台灣 不過對此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陳時中他強調了不會接受 因為原因是契約上是有著名的 疫苗不得大陸制 因此就算是國際品牌AZ疫苗 大陸代工同樣也是不會接受的 但是此話一出 藍營立刻炮轟 難道陳時中的眼中只有政治 他不顧台灣人民的健康了嗎 AZ疫苗因為製程問題全球缺貨 台灣訂的1000萬劑 或是透過COVAX取得的20萬劑AZ疫苗 可能拿不到嗎 此時大陸伸出援手說有提供台灣疫苗 我們還想所謂的COVAX 提供1000萬劑疫苗 受惠範圍也包括了台灣地區 大陸願意給那台灣願不願意用 因為台灣透過COVAX平台 取得的20萬劑疫苗 是由多國代工也包括大陸制的嗎 我們在COVAX平台原來的契約 就因為法律的規定 我們已經住民 就是不得有在中國 應該是在大陸地區製造 所以這是沒有接受 蔡政府逢中必反 市委領導的COVAX 也就是疫苗分配計畫 都接受大陸疫苗 我們卻註明大陸的就不要 難道就因如此 台灣疫苗難求 我們近期有沒有接獲COVAX通知 我們那批20萬劑的AZ疫苗 它的可能到貨的時間 到目前還沒有 他永遠是把政治擺得第一 至於老百姓的死活 是列入很後面的考量 一下說台灣沒疫苗 是因為大陸阻撓 但國際大廠疫苗 只要是大陸代工的 卻又擺高姿態 距於門外 蔡政府眼中 難道就只有政治沒人名 記者董哥俊成記台北 蔡博物 哈囉 大家早 好 議員 我們首先來聊聊疫苗的問題 因為現在根據歐盟官員透露說 阿斯特捷利康已經告知歐盟 AZ疫苗第二劑的供應量 將會不到合約目標的一半 好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台灣方面真的很緊張 因為現在台灣如果想要 在上半年取得采購的 1000萬劑的AZ疫苗 是不是可能性變得很低了呢 當然 因為歐盟才是它主要的客戶 如果說歐盟的交貨量 只剩下原本的合約量的不到一半的話 那台灣當然會受影響 因為台灣的訂單在後面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衛福部不斷的告訴釋放消息說 我們會買哪幾種疫苗 然後數量也一直在變 然後情節一直在變 就會造成國人一下子有希望 一下子又失望 一下子又希望一下又失望 當然疫苗這件事情 很多事情是取之於國外 譬如說人家跟我們搶 人家的力量比我們搶 又或者是說 藥廠在供應疫苗上面 供應量不足等等的 這些可能都不是台灣能控制的 可是台灣可以控制的事情 衛福部其實都沒有在做 譬如說我們國產疫苗的進度 之前去年在四五月的時候 不管是歐洲 日本 然後美國 還有大陸 大家都在努力的扶植 就是國產疫苗的生產跟研發 但這個時候台灣對於國產疫苗的 這個關注幾乎是沒有 而且還是繼續用他這種官僚式的方法 一直到10月11月發現來不及了 才開始去加速 但是這一步已經慢了 國產疫苗 第二個就是去搶 海外疫苗的過程之中 你先排擠了 譬如說跟中國大陸所有有關的事 你不打大陸的疫苗 這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法令有 但是你連上海復興代理的 你都要排斥人家的代理權 你現在不是在排斥疫苗 你是在排斥人家的代理權而已 這個疫苗還是BNT的 你只因為是大陸的集團代理的 你就要繞過人家去談 所以一波三折 原本你可以一劑30塊美金買到的 現在搞到可能30塊買不到 就按照吳子家說的 你可能要花到40塊 45塊才買得到 然後而且這個過程也很難買 就是因為你連大陸代理權你都排斥 所以這整個過程裡面 本來已經很困難的事情 被衛福部搞得更複雜更困難 我覺得台灣現在雖然疫苗等不到 但是衛福部起碼可以先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先做好規定 我們打了疫苗以後 一些生活規範 譬如說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自由的出國了 這是一個我們是不是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還有如果我們在國外打了疫苗回來 人家認不認 像我昨天就遇到一個網友 他從美國回來 他就已經打了輝瑞了 但是他已經在美國打好了 但是他覺得說為什麼回來 台灣還是要隔離 那就是很奇怪 那你打疫苗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現在衛福部不要太 把時間放在作秀 陳時中民調夠高了 不要再秀了 專心來做一點事情罷了